这是二战时期德军有名的追猎者坦克兼机车 目前仅存一辆能开动的 作为一名武器收藏家 老布也想翻新一辆 因为在不久前 老布遇到一位俄罗斯金主 金主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布翻新的武器 但要求是 老布翻新的追猎者必须能开火 他手里正好有一辆 但这辆只是个空壳子 要想让俄罗斯金主满意 老布必须翻新出一辆一模一样的 首先要解决的是炮口的金属保护罩 追猎者的炮头保护罩有两个版本 迫使斯克达生产追猎者坦克 但斯克达生产的 和德国原厂生产的保护罩不一样 根据手里这辆的刚硬判断 他们这辆是斯克达生产的 在确定了保护罩的型号之后 工程师将斯克达版本的保护罩 装上去试了一下 俄罗斯金主的要求是 能开动还能开火 老布还需要逃一台发动机 他来到这辆坦克的出身地捷克 二战时期 捷克曾为纳粹德国 生产了大量武器和精密部件 所以当地残留了很多坦克工厂 在这里 老布找到了一个坦克工程师 他专门修复二战坦克 而他这里正好有一台追猎者发动机 掏价还价之后 老布花了三万欧元将它买下 把买来的发动机装好调试之后 就可以开着它去兜一圈了 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70多年前的东西 烦心之后还能跑起来 现在追猎者已经基本成型 能正常上路 但是没有武器 虽然有炮筒 但搞炮弹是违法的 只能想办法复原机枪 追猎者的机枪系统比较特别 顶部搭载的是一艇MG34机枪 从外面看上去机枪像是遥控的 这种设计是为了减少机枪手 被爆头的风险 追猎者的机枪手 可以用潜望镜在车内射击 工程师仔细研究了这套武器系统 手里这辆追猎者 还缺少很多东西 工程师把自行车刹车线拆下来 当作控制扳机的缆绳 把潜望射击系统装上去 然后把线绳固定在扳机上 当俄罗斯金主看到 老布翻新的追猎者后 简直开心到要死 和当年的一模一样 贴心的老布还准备了很多目标 待会可以让金主大人试一下 金主试过之后 笑得像个孩子 老布翻新武器确实有一套 不但能开 武器还能正常使用 重要的是 金主成了老布的长期客户 买走了很多他翻新的武器